一个视频教会你开通XGP白嫖年度巨制星空 哈喽大家好 再过几天 闭设的全新立作 万众期待的星空就要正式解锁了 这次除了在steam上进行发售之外 星空也是第一时间加入了XGP的阵容 这就意味着只要开通XGP 就可以用极低的价格白嫖游戏了 这个视频也是因了很多朋友长期以来的需求 为各位介绍如何从零开始开通XGP 首先我们要拥有一台安装了至少Win10的电脑 打开浏览器搜索Xbox Game Pass 或者直接输入这个网址 各位在进入的时候一定要核对一下 网址是不是刚才这一个一面进入了错误的网站 网站的载入可能会有些慢 各位耐心等待即可 实在打不开网页 或者后续下载不动的话 也可以借助加速器 比如说使用网易悠悠加速器来加速XGP功能 一直以来稳定优化效果高达80%以上的网易悠悠加速器 是主机党们的不二之选 不止快还很稳 无论在联机还是下载加速上都能做到丝化流畅 还有类似steam云存档失败的问题 悠悠加速器也能轻松解决 所以说无脑选悠悠那就对了 目前正值开学季悠悠大学生优惠拼当活动也正在火热展开 机场打折的记卡原价88 现在只要59元就可以入手了 想要和别的同学拼车的话 也可以在悠悠公众号输入上车 扫码进群就可以找到一起拼车的同学了 进入网站之后选择登入 如果你没有Microsoft的账号的话 可以选择在这里注册一个 以后都能用得上 这个账号实际上和你的Windows用户账户是一样的 你也可以在电脑的用户账户这里查看你的账户邮箱地址 最好是使用同样的邮箱来注册登录 注册登录之后 点击立即加入就可以选择订阅的内容 一般来说我们只使用PC端的话 选择中间这个订阅即可 然后添加付款方式 完成付款之后就可以开通XGP订阅了 如果之后不想要自动续费 记得去自己的付款渠道 把自动续费取消掉 切记切记 付款之后 在电脑的Microsoft的商店下载Xbox程序 安装打开之后 就可以浏览下载XGP阵容中的所有游戏了 如果你之前没有使用过 第一次打开会提示你当前地区不可用 所以说我们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设置 我们打开开始菜单 点击设置 选择时间和语言 点击区域 把国家和地区改成香港特别行政区 然后把区域格式改成香港特别行政区这样 接下来进入语言栏 把显示语言默认设置调整为中文 在首选语言这里把中文简体调整到第一位 这里因为我只有一个 但是如果各位有其他语言的话 记得把中文调整到最前 推出设置 再次打开Xbox程序 就可以正常浏览下载XGP库中的所有游戏了 星空也将于9月6号首日加入XGP 届时就可以下载游玩了 怎么样你学会了吗 记得关注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咯